发现粉溶掉 假发片溶掉 我要直发啦 家儿们我这个山羊脚 真的头疼太久了 这次我终于下肩全心 我要去直发了 正好我吃非常发疼的体质 所以这次帮姐妹们 直接来测评一下 直发的这种真实痛感 到达远步了 你说咱这直发会疼 我真的很怕疼 如果真的我不顾得直发 整个这个直发过程 整体全过程都是不痛的 这个咱们打麻药的时候 今天也多三根 都一样 都一样像法语加那种疼 身体上所谓的都会有痛麻药了 其实也对我长得罪 整个过程女生最重要的 所以没有真的无痛 对 你所看到的这些工队 干干净净的 你都是冲洗过的 直接用的看完许评 照片都会看到这些不舒服 给你们看 医生刚刚给我设计的这种 大花瓣的这种发型 他就是真的很耐心 然后根据我的要求 改了好几次 而且刚刚还给我换上 这种仿真的发际线 就看起来整个很逼真 就是能让我在数前 就看上说过那个 像我果果感觉还挺真实 挺实在 就是他能不能做一些优缺点 什么都会跟我说清楚 而且他还挺有保障的 说是没有终身质保 后面还可以免费来做些什么 照光养护啥的 然后据说 这个就不会很腿 有什么进去 我现在好紧张啊 虽然我都是不疲乏 但是我要是剪头发 然后后面一会更深刻 家人们 我现在已经取完头发出来了 你说我最开始打麻药的时候 有点头 其实就是跟体检充血 那种感觉比较像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很疼的感觉 你就会感觉到 有个人类似于 轻轻的在拽你的头皮一样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吓人 到后面我直接就是无聊到睡着了 医生呢觉得很惊喜啊 帮我取了一些耳朵 后面那种很软很细的头发 这样呢 所有的发现啊 就会那种毛绒的 不会很死百香 带着大头盔那样 你做的时候啊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他们沟通 就很有耐心 我出来了 家人们 你们看 我头发已经重好了 我从早上十点钟 到现在晚上九点了 我就感觉我这个医生啊 还是特别急帮重 真的就是很认真很认真 到最后啊 我都睡着了 还是很仔细 我真的很有安全感 整体因为啊 它是有打麻药 虽然是不疼的 最开始我就自己下自己 感觉有点疼啊 但是后面就完全不疼了 你就只能感觉到 有人在你的头上捣过 我一叫睡到早上啊 说真的这个睡眠睡到好的 我都不敢相信 我现在只能觉得 头这个地方就是胀胀的 但它竟然不会疼 就是我以为麻药消的会很疼的 有可能是因为 我遵那个医嘱的原因吧 就是我把枕头垫得很高 也没有测躺 接下来我准备 每天都坚持打卡一下 你看一下 我这几天的恢复状态 今天是折完菜的第三天 所以大家进去地唱一下 它已经开始结痂了 然后其实整个脸中 肿胀应该已经稍微消了一点 今天是折完菜的第五天 也是一个激动人性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准备去洗头发了 我的脸其实已经消肿消叉了 我开始洗头了 终于清瘦了 不信你看着我这个发型 我完全没错 就是很好看 画一个美美的妆 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今天是第七天 我刚去清瘦版雪茄回来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总的来说 它真的痛感并不强 你就是会觉得有人 像一直让个拽着头发而已 我这种很怕痛的人 其实也就要成功 因为今天来就掉发期了 我也会持续跟出我之后的情况 感兴趣姐妹们可以追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